这个意思不是很深的,只是这样的意思, 其实装置都是这样的意思,自由都是这样的, 你不会无故去到一个状态, 就是不透过一个实际的实践, 就是人生你不经过一些实践, 你不能回答自由的,是吧? 所以那些人吃稀仔,吃毒瓣, 就以为飘飘然很自由, 当然很逃避, 他没有经过人生的苦, 没有熬过, 他就说要去吃稀仔轻松一下, 即是规矩做得出来, 但是经过了之后就会有自由, 但当然都没有保证, 只不过要经过这个状态, 我们自由就有可能, 有这个自由神态就是一个享受, 庄子宵遥又不只是享受, 是吧? 庄子教我们怎么享受人生, 都是,很多书都是用这样的, 是吧? 都会将庄子这个精神去发挥, 是吧? 是吧? 然后呢, 先在这个物质的集务里面, 就会有一个牙庆, 产生一种艺术的牙庆, 艺术牙庆就是一种感想的乐趣, 是吧? 去欣赏, 即是说, 你去欣赏一件事, 第一, 就是, 譬如说, 我们去看球, 看得尊尊有味, 女士喜不喜欢看球? 你喜不喜欢看球? 没看过, 即是一定不喜欢看球, 即是你不知道什么叫越位, 但是看得尊尊有味的人, 起码就知道什么规则的, 是吧? 意思是说, 第一, 他知道那个基理, 是吧? 如果他懂得踢, 有踢过, 就更加好, 不知道自己有踢球, 又看别人, 哇, 我, 即是, 他这样可以, 这样倒挂, 就这样入了, 我就打山羽, 因为他这么行, 首先就是, 即是说, 他一定要理解一样东西, 是吧? 在那个, 你一定要知道, 你自己有做过, 而你才能欣赏到, 别人为何会做得比你好呢? 那这个就是艺术, 的牙庆, 就懂得去欣赏别人, 懂得去, 即是说, 是那个, 他从那个艺术, 鑒赏的态度, 去了解, 这个人的草藝, 即是我们要欣赏别人的草藝好, 就是这样, 就是这样, 就是为何他无不自, 那一首东西这么行呢? 那, 在这个错例之下, 就不会客错了, 是吧? 即是不会说, 他比你好, 你就, 妒忌他, 即是如果你没有做过, 你又没有经过那样东西, 然后别人说, 赞别人, 别人又赞他, 那样, 但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, 你欣赏不了他这个艺术, 你一个哑兴答不了, 那, 人就会有很多这些这样的, 不抵得的, 但如果你自己经过, 你就知道, 所以我了解, 就是公务员, 即是爬到高位, 其实, 其实, 他们呢, 即是如果你经过一个阶梯, 一样一样, 不是环空突然间这样, 那, 他们呢, 会那个, 即是他这样说, 譬如说, 可能, 我们讲得政治一点点, 譬如说, 那些人, 那些人会伏陈小平, 他是搞革命的, 打仗, 出生入死, 然后, 又被人来批斗的, 文化大压, 三上三落, 然后, 他去到高位, 你哪个不服他, 他这样打出来的, 那, 不同呢, 就是说, 即是, 现在就, 难服一点的, 即是大家看新闻, 都了解到, 历国情的, 知道, 那些党增很厉害的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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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, 或者咬来咬去,大家互相都不服的, 就没有这种牙齐了,就不会有服了。 庄子是这样的意思,另外就是有些师傅, 你真的要拜师学藝学,有些想, 因为我又读哲学,为什么他说的东西那么好呢? 我当然要跟他学,就是这样, 因为这里有一个偽上牙齐, 不是说他确定要你学, 凡你确定要你学,都不会觉得自由, 都不会觉得享受的, 是吧? 一定要是你心甘情愿, 喜欢的,是吧? 你才会有一个牙齐出来的, 这种牙齐呢? 他所说的那个艺术的牙齐就是在这里, 先来把人生逍遥有, 是这样的意思。 好了,由头到尾,我们想说的就是创意, 现在说创意做什么? 不是教你做人如何消遥, 是教你在工作上面, 有几大效率和建树, 有几多产品出来, 是吧? 是这样说的, 没问题啦,大家同意啦, 但是我想这么说, 在这里以外, 我真的想学回庄子的寝存基本, 你讲创意做什么? 我就想告诉你, 庄子最初的时候讲创意, 是为什么? 我想考虑一下, 当我们在这里讲创意, 我们要学创意, 我们要用创意去工作, 之余, 在先程的时候, 庄子, 这个有庄子的庄子, 它用它的创意, 是用来解决人生问题, 希望能够人生过得逍遥, 自在, 有眼一点, 这样我想你们考虑就是, 我们摆多一件事, 就是除了关心创作和作品之外, 和产品之外, 关心自己的生命, 态度, 是吧? 就是用创意的方法, 去了解自己的生命, 或者去过自己的生活, 觉得好一点, 觉得自由, 逍遥一点, 我想讲的意思是这样的, 其实是完的了, 有没有补充呢? 其实还有少少东西, 不过我就不讲了, 后面那些人, 好吗? 时间都过了很久了, 只要一网, 只要一网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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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些东西, 其实周围都有的, 我放在网上要再整理, 再写多些东西, 加一点解释, 对, 加一点解释, 遲些我再想一想, 当然, 最好我当然想你们来听, 听的才是我的, 其实就是这样的, 有没有其他补充, 或者想讨论的问题呢? 我很同意你说, 庄子, 他不是要打算一些小问题, 他想打算做人帮, 是, 我正想说就是这一点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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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好了, 或者这样, 庄子有句话叫, 密密而不密于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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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是说, 我们是去用那些密的, 不要让那些密, 用回我们转头, 就是不要让它们去, 使到我们去, 即是说, 那些是工具来的, 工具目的, 有个目的的, 但现在呢, 是我们, 主客, 对了, 将我们变成了一个工具, 但是呢, 就用我们作为一个工具, 去复制工具, 但是没有了, 不是主客的问题, 是没有了自己, 没有了那个目的, 这样呢,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, 那最后那句, 吴伸有危, 智慕崖有危, 所以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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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智能的嘛, 智力的嘛, 是吧, 那呢, 就会虚耗虚尽的, 那呢, 那呢, 一条气这样下去呢, 是会令到我们生命呢, 消耗的, 所以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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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会绝性气质, 老子说那些一条气, 那样呢, 就是, 问题都是想让我们反省, 就是我们不离开, 就是离不开, 就是说我们要用工具, 要制造产品, 为,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有制度, 或者在一个制度之下, 我们一定呢, 是会解难, 是吧, 那呢, 大问题就是, 我们不要忘记, 需要灵犯, 那么, 是, 我陆离强称, 这个瓶子有的时候, 看看,